香港有線新聞裁員觸發中國組集體請辭 而被外界指為空降管理層之一的新聞總監李珍 日前專訪特首林鄭月娥時的影片被流出 錄影空檔時 林鄭語帶輕蔑的質疑對方提問太過溫和 李珍當下尷尬的回應 下段提問會再尖銳一些 林鄭再補上一句 難怪她的秘書會說 有線好配合 香港有線電視前主播及中國組記者張寶華 記者生涯最為人熟知的就是提問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 是否清點董建華連任特首 惹腦江當眾失態的名句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張寶華感嘆 當時仍是香港新聞界最光輝的時代 如今一切倒退回頭 如果她有機會採訪林鄭 她想這麼問 發生的所有事 你覺得不關你的事嗎 是不是 現在你香港 你被人制裁 香港基本上整個150年 整個底子全部打爛了 你覺得你中間毫無責任嗎 我覺得反過來 你是不是一個歷史罪人呢 香港歷史裡面 林鄭你真的是一個罪人 就是你不要說什麼東西了 是不是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由你而起的 那你竟然覺得你的建設多於你的破壞 那我真的想聽聽你解釋為什麼 張寶華說做前線記者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也不需要問得很花俏 只要知道社會最關注的話題和重點 基於事實去問公平的問題 她直言經非洗筆 有限墜落之快 就像香港一樣 對新聞自由的失望在所難免 只能珍惜僅剩一丁點的空間 用自己的渠道發聲 新桃園記者梁振彰 香港報導 新桃園記者梁振彰 香港報導